下来了 你确定这是叶家的大小姐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说话这么复古 你确定 叶家的这个独生女是个科学家 当然了 我去过人家实验室的 不会在实验室是个打杂的吧 她一定啊 最爱听这话 她觉得 这是对她美貌的恭维 你到底看了她什么了 才华还是财富 你是我妈妈 但我必须送你一句话 庸俗 你让我带你来的啊 看完了 可以走了 我过去看一眼 别别别别 我先去 你等着我 我先去 我先去 你等着我 我先看你 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先去 我妈 我妈来了 你妈 帮我打给原厂 你什么意思啊 你妈怎么 一副相儿媳妇的节奏啊 她吵着闹着非要过来看你 我有什么办法 我信你个鬼 能着急上班的吗 哎 不过真记你能这个点才下来吗 给我打个原厂啊 高级人才 老板特许自由上升那不行啊 行 好吧 但是帮我跟我妈应付两句 就像 就像我之前去你实验室门口 帮你做假一样 瞎做 那我叫阿姨还是叫宝华 阿姨 必须说的是 我在追求你的路上任重而道远 妈 来啦 珍珍 我妈妈 阿姨早 果然是人见人爱呀 怪不得 你爸爸提醒你的时候呀 那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送你的 谢谢阿姨 让阿姨破费了 先帮你放后边吧 我爸妈他们是少见多怪 要是见过戴威的话 就不会在外面自吹自擂了 那天看到你们在戴威家拍的照片 吓了我一跳 那个呀 那个是 戴威把自己假扮成流浪汉 我就只能配合了 戴威误挡我 太多玩意了 行了 走吧 上班别迟到了 自己忙什么呢 看你那微信部署 才几千吗 最近呢有重大发现 在抓紧赶论文呢 抓紧投稿 现在是最后冲刺阶段 稍有懈怠别人就抢先了 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多着呢 行 那你先忙 等你忙好安逸给我电话 我约你还财户包 好啊 对了 后备箱刚那时 我妈之前去苏州 特意为您带来点小特产 谢谢阿姨 阿姨您下次有空的话 我请您吃饭 表示谢意 好 就这么定了 你先忙 阿姨再见 你这是干什么呀 珍珍挺好一个姑娘 你别对她有偏见 再说了 人是你给我介绍的 所以啊 我才能这么放心大胆地 去跟她骄傲 她妈到处打听咱们家的事 一定是跟你一样 那听风就是雨 都是闲的 她是闲的 我呢 一天那么忙 哪有闲工夫啊 她妈银行挂个虚名 假装职业妇女 家里是什么交伙都不干 雇着俩保姆 上下班还得她爸亲自接送 是不是 珍珍的妈妈 比你年轻还多 你胡说 我怎么胡说了 你想想 你们两个本来没什么交集 她妈妈一打听你的消息 和你们共同的朋友 就盘比上了 八卦起来了 好嘞有什么好气的 你喜欢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攥在手里面 那真的让你去过 珍珍妈妈那样的生活 你未必乐意 我当然愿意 我也想过 好 妈 珍珍是珍珍 珍珍妈妈那是她妈妈 那别回忌 妈妈 胳膊就往外拐 走 小钟前两天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还有什么疑问 没有问清楚 领导 你说我们三个人的设计 是剽窃他人成果 这都查了一个多月了 有结果了吗 如果有结果 那我肯定就告诉小钟 还有小陈了嘛 怎么 你们怀疑我没有查 那既然还没有确定 有没有剽窃 您怎么把设计的成果 递送到某杂志去了 你难道不怕被他人 指控剽窃啊 胡说八道 无中生有吗这是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呢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 这还在查呢 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 谁也抢不走 如果确定是剽窃 公司也绝对不会轻饶 领导 我们现在就想知道 第二页的第一设计者 怎么是你的名字 谁是 这怎么可能呢 那是不是 文印是给印错了 我当时这也不太可能 反正没有这种事 你们多心了 有没有这种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定是有正确的